詞曲 李宗盛 謝謝你們 請問你們今天是來約會嗎 來約會今天 聽點團會 沒有他開賣第一天我就已經買票了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學吉他 然後我當然我並不是從二十歲 二十年前就認識他發跡的時候就認識 那是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就是 有接觸到各種類型跟各種語言的音樂 然後其實我聽了不少客家音樂 慢慢一路聽過來就是 就覺得他們的作品內容跟創作的動機 跟這個時代的演進都很息息相關 所以而且他們回歸音樂本身的元素 其實他們的樂團是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就越聽越喜歡 然後最近幾年的演唱會如果能去的話都會盡量去 對 你要不要說說看你的音樂跟樂團 一開始去年是因為男朋友跟我講 然後我才認識神祥樂團 對但是一聽之後就覺得說就是他 非常的有草根氣息 對然後我覺得現在就是 大家都比較喜歡一些外國的文化 但是我覺得就是台灣 自己是台灣人應該也要重視台灣自己的文化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聽了深想 而且他就是其實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因為我算是閩蘭人 就是沒有聽過就是客語的歌曲這樣子 對然後聽了之後就覺得也很新鮮 然後發現客語的歌曲原來也那麼好聽 對然後就很喜歡這樣子 你絕對聽了一首歌 沒有沒什麼隔閡 對其實也有一點像 而且聽了之後就還蠻想要去學客語的這樣 對 我覺得他音樂元素在於說 像深翔今天在台上有提到說 他學習到說如何用一個和弦去完成一首歌 那其實我們學音樂他就會了解說 這個非常的困難 跟需要非常有很有料 可以知道在怎麼利用僅僅一個和弦 去完成一首歌的幾層轉合 那加上跟深翔合作的這些樂手們 就是學準其實都非常的好 那包括兩三位日籍的樂手啊 然後跟今天來的黃忠烈老師 這些都是我們平常其實 彈家都會注意到的人這樣子 那他用的元素 其實在舞台上呈現起來的元素 可能看起來是比較簡單比較單純 但是我完全能感受到他們 平常練習的內容跟練習的嚴謹度 是非常紮實的 對就是從舞台的穩定性完全看得出來 那也是我覺得是所有學音樂的人 值得追求的一個目標 你該到現場看看 對對對 就是很能感受到那種 用很深厚的底子 然後表現一些很簡單的元素這樣子 謝謝你 我最後問一下 你覺得來聽深翔樂隊的現場表演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是 謝謝 對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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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